這邊過去的就是右邊 嗨 Patrick 嗨 方大哥今天不能來 他有 小鵬 太好了歡迎 來給我們指導一下 小朋友都好嗎 還好也是照顧人才過來 辛苦了辛苦了 不會不會不會剛剛好非常蠢實 謝謝 等一下聽一半 中間有點小休息的時間 我們再跟你介紹幾個夥伴 大家對於你來指導我們 非常有興趣 真的 不然你拉椅子過來 校長後面也可以 校長好我是冠偉 你好你好你好是是是 那個因為方大哥今天剛剛好不行 但是他有特別跟我說要跟你打個招呼 對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原來 從很早很早的那個 外國橋那個時候 明明就跟基金會這邊 已經是有連結了這樣 OKOK好等一下我們再聊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幫你這樣一個 自由的見面活動 很高興就是非常 如果我們預期的就是 大家都到現場 真的很開心 那首先我們今天 不會只是我們安排 非常非常多很豐富的內容 所以時間上 大概就有三小時 可以跟大家說 一下讓我們要先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介紹我們的夥伴 那很多夥伴 我們都有帶一個 我們的視野在這邊 等一下 我們在有一些交流時間 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一起錄的 那首先我要先介紹 我們執行展望 好嗎 范瑋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有 軟體組的夥伴 在後面 然後 最新主的夥伴 Fegina 好 教育主的夥伴 油跟沙漣醫生 然後 然後 博人 博人本來是教育主夥伴 現在變軟體工程師 非常優秀 因為他介紹一下 然後 母主的夥伴 Teresa跟黃如 然後 然後 在後面 香如跟老師 大家忘記我的學生 所以我是Flora 所以大家講一次 好 那我們今天 夥伴的時間 我大概就到這邊了 然後現在我想要 跟大家玩一個很小 很小遊戲 然後呢 我請大家 手機都可以先幫我 搜尋 叫卡戶 叫做 K-A-H-O-O-T 卡戶 可以 直接按Play 然後 大家可以直接 先搜尋 卡戶 我幫你 你來講 好 嗯 按全顏目 他有搜尋卡戶了嗎 這個 搜尋這個 搜尋卡戶之後呢 你就可以 幫我輸入一個PIN 1666 6933 大家Google這個 然後 第一個連結就點下去 你會進到一個網頁 他會 叫你輸一個號碼 你就輸進去 他會再請你取一個綽號 你就隨意取個名字 對 你就隨便取一個名字 都可以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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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你只要自己 認識自己就可以了 有沒有 我媽叫我媽媽 我可以 後面那個 可以當平台 我媽如果想玩也可以吃喔 所以IG 什麼感覺 但是這個搜尋也蠻有趣 現在有18位 現在目前這邊有 14 14位 可能還有4位 我幫你再招待一下 下一個遊戲就是 有5個 Varney Green 教育體還少問題 整個PAL的不太難 然後每一題 他都會有4個選項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看完問題之後 可以選4個選項 然後選正確的難度 應該可以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我們會有5個問題 1個問題 請問全台灣最多人使用的這個中小學現場教育平台叫做什麼名字 4個選項 4個選項 就在你的手機上回答 就在你的手機上回答 自己在手機上回答 第一次 不要講 第一次 謝謝 謝謝 太棒了 好 好 大家都答對了 好 下一題哦 請問 君一張平台的創辦人是誰 岩長秀先生 李家彤先生 方興周先生 跟李懦偉先生 好 他那mates fry 我沒有冩 來 好 好 沒問題 好 請問DreamTalk平台辦公室在哪裡 4個選項 台東、花蓮、台北、宜蘭 都OK了,上好離手喔 應該不會有人疑惑 沒問題 沒問題,我今天是從台東來上班的 請問軍醫交流台有幾位正直夥伴 這要低一些吧 你這個不要提示範在上 全都自工嗎? 全都自工嗎 等到那邊跟著我放 那才太常熱了 那才是會上市 好,太好了 等一下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那最後一問題喔 請問軍醫交平台在哪一年上限 1999 207 如果人要入境 我站在這邊 好 我只幫我吵 Vincent 你聽到我聲音齁 然後呢 也大概聊一下 不好意思 跟你們借個位置 這邊 這邊我們稍微留一個空間可以走 今天呢 也就是最開心 那我們今天啊 請大家來 然後呢 放完也準備了非常多 對 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對於個人畫教未來的想像 那接下來呢 我覺得話不多說 我們把時間交給放了 好嗎 謝謝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 非常開心可以跟大家交流 其實也很緊張 因為雖然我們已經做了 將近四年的軍醫教育平台相關的事情 四年多一些 但是 這是我們第一次 辦軍醫之友會 就是比較直接跟 不同領域的社會大眾朋友一起交流 那 通常 我的夥伴都知道 我出來的時候 通常氣氛會最冷的時候 因為我比較是 就是很理性 很左腦的人 所以等一下分享 如果太過框架 或太過剛硬 請多多包涵 但是我們後面夥伴的分享呢 會非常的溫暖 那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一個題目 我相信是 所有在座的這個夥伴 都會去關心我們的社會的話 就會想要關心這個題目 就是我們怎麼來成就每一個孩子 那在軍醫教育平台 在層次教育基金會 我們相信是可以善用科技 讓教育從集體化 走向個人化 我先稍微調查一下 在座您 呃 有這個父母的身份 就您有孩子的 可以舉個手嗎 OK 好 請放下 您的孩子是 呃 六歲以下 學齡前 OK 好 那您的孩子是 國小的這個學成的 OK 好 謝謝請放下 你的孩子有在國中這個學成的 OK 有幾位好 那有沒有在高中這個學成的 喔好 有沒有大學研究所的 喔也有 那有已經 你的孩子已經畢業在工作的 喔好 那就是我媽 好 好 這個 謝謝老媽來捧場 每次這個老王賣瓜 還是要自賣自誇還是這樣 呃 還是介紹一下我們 呃 然後去做別的事情 這樣子 那當然比較完整的這個故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呃 可以去看我寫的書 但是我想 呃 一個人的生涯抉擇 更多的時候 其實是跟他受過的教育很有關係 那其中我們大部分的人 呃 受的教育 第一隊的老師 大概就是父母親 那我自己也是 所以我受我的父母親 其實影響非常大 那我兩個妹妹 我們三個人 其實都是很不一樣的孩子 那剛好我的父母親都是 呃 國小國中的老師 那我發現他們在教育我上面有一個 還有我兩個妹妹 上面有個特點 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要教育孩子什麼東西 把它簡單的切成四塊 就是比較基本的能力 跟比較進階的能力 以及比較偏認知的能力 就是知識面的 或者是技能面 以及非認知的能力 就是譬如說是比較品格面的 比較右腦比較廣的這個層面的 那麼 越深顏色的其實是我父母親 越在意我的部分 所以其實從小 他們管我的品格 管我有沒有偷錢 有沒有什麼東西 更多 那其實 雖然這個也是一定程度重視 但是連小四的時候 我都還考全班倒數第三名 所以他們比較重視的是說 我對生活有沒有興趣 然後有沒有有一個動機在學習 那到越進階的時候 大概國高中甚至大學的時候 當然就越開放越open 讓我自己去做一些的選擇 那也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openness 所以我才慢慢的 會去更多的思考 我的人生要幹嘛 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從醫療轉到教育 其實也是經過了很多反覆的辯證 思考以後 然後去做的決定 那在這個轉換當中 另外一個引發我思考的老師呢 這一位你們一定更熟悉 那是他 那 這個科P呢 我們當然現在在他的這個地盤 台北市 他是不是一個好市長 我想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但是 身為被他教過的學生 我很確定的事情是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師 大家常開玩笑說 外科醫師是這個 Do everything but know nothing 就知道很多 做很多事情開來開去 但是 都不太知道這樣子 可是 其實科P是一個非常非常知識淵博的一個 外科醫師 然後再加上他很特殊的個人風格 所以講課其實是很有趣的 聽他上課會覺得 學生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即便遇到一個這麼幽默風趣 而且拿很多教學卓越獎的老師 在他認真上課 一堂課 兩堂課 三堂課 四堂課以後 台大醫學系的教室 教室呢 還是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 大家熟悉的這種 趴下來休息的模式 那時候我就想了一個問題 我就說 奇怪了 最會教的老師 對上 至少是很願意學習的一群學生 為什麼創造出來的教室風景 是長這個樣子 就在我的腦袋裡面一直想這個問題 那直到我到醫院開始 見習實習的時候 那是大五大六的時候 我看到了一個人的報導 我才突然想通這整件事情 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叫做 Solman Khan 薩爾曼可漢 他是可漢學院的創辦人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 綜合型的中小學的線上教育品 當然他還有一些大學的內容 那這個人他並不是教育背景的 他自己MIT數學資工電機 雙學士雙碩士 畢業之後又在哈佛拿了一個MBA 很會讀書 後來在對沖基金公司裡面當分析師 那很會賺錢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孟加拉義的美國人 孟加拉義跟華裔有點像 就是家族的這個群體關係很好 所以呢 他的這個舅舅舅媽就拜託他 教他的表弟表妹他們不擅長的數學 所以他就開始進行遠距家教 他人在波士頓 他的表弟表妹在紐澳樑 那一開始呢 遠距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姑且把一些教學錄成了小短片 丟掉了丟到了YouTube上面 讓他的表弟妹看 後來看著看著效果不錯 然後他又自己會寫程式 所以寫了一些小練習題 讓他們反覆去練習 結果有一天呢 竟然有一個人打電話給他 那個人叫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打電話給他跟他說 誒 活著啊 這個這個小兄弟 你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 我的女兒用了你的網站呢 竟然學會了我教不會的這個 一元一次方程式 比爾蓋茲非常生氣 因為怎麼可能我教不會的觀念 結果竟然我的孩子是透過一個網站學會 不過後來可漢讓他看了一下可漢學院以後 比爾蓋茲才明白 誒這種不受時間空間 還有學習速度限制的這種教育模式 很有可能是教育的未來 所以後來比爾蓋茲自己 還有包括像Google這樣子的單位 就開始大力的支持他 那我不知道 你看到這樣的故事會怎麼樣 那我看到這樣的故事 就是這個希望不是東師校評這樣子 對 但是就是誒 我看他是怎麼錄這些影片的 那我就開始去想 我可能沒有他那麼厲害 但是高中國中的一些自然科數學科 還不錯 那我就來試試看 沒想到錄一錄以後 就發現誒 真的有一些回想 然後有一些不同地方的家長同學 在YouTube下面留言 就是說誒 他真的學懂了這個觀念 謝謝我 所以後來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考過醫師執照 那就出來試試看做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在這邊真的也想要反饋給 不同的就是在座的家長們 我覺得有的時候讓孩子 能夠試著去跨出舒適圈 有的時候雖然我相信 我的父母親他們這個心臟真的很大 他們一定有很多很緊張的時候 但是最終孩子總是有一天 要為他自己的人生負責這樣子 那當我跨出舒適圈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就開始遇到貴人 遇到我的老闆 那他今天剛好 因為也在其他忙碌的行程中 所以沒有機會來跟大家碰面 那但方希中董事長呢 他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一個創業家 也非常看重下一代的教育 然後看重台灣的社會 所以在企業退休把公司賣了之後 就專心的來做公益的事情這樣子 那因為他有軟體的背景 那剛剛好又跟他的好朋友 顏長壽顏先生呢 這個是有這個參旅旅遊相關的背景 那一個就在教育做實體學校的事情 所以包括這個慈心華德福 包括軍醫中小學 都是顏長壽先生當董事長 那方董事長就有科技的背景 所以就從線上的角度來做教育這樣子 那因為兩個單位很要好 所以有軍醫中小學 方董事長就問顏先生說 可不可以平台也叫軍醫 因為覺得軍等一流這個很好 所以大家現在知道就是 有一個實體的學校在台東 叫軍醫中小學 有一個線上的教育平台叫軍醫 但辦公室是在台北這樣子 所以下次大家就知道了 那方董事長幫我們整個基金會 奠立了很多很棒的基礎 我還是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雖然這聽起來有點像是這個講歷史 陳志有兩個使命 關懷弱勢科學救國 所以看到這個就知道 絕對不是年輕人取的使命 方董事長很喜歡講的一句話 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樣子 關懷弱勢的意思是 基本上我們很重視 在社會當中的這些不公平的現象 怎麼樣從它最源頭 教育能夠去解決 那科學救國則是指 希望教育能夠與時俱進 不是只是用舊的模式去面對新的時代 因為我們知道時代一直在變 所以怎麼樣去用更科學的方法論 或者是思維 然後可以來讓教育往前走 那我們也有一些內部的文化 包括誠信、誌緣 這個誠信、誌緣我們有兩條 跟大家分享一個叫做告知的義務 一個叫做用愛心說真話 告知的義務就是 這件事跟誰有關 我們就一定要跟誰講 不會在別人後面說閒話 所以我們常常開會的時候開一開 如果一個人不在現場 但是提到這個夥伴名字三次 我們就說不對不對不對 那應該要叫這夥伴進來開會 不然就是這件事情另外再談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其實夥伴的工作就會更緊密 包括跟內部的夥伴 包括跟外部連結的夥伴 那不求自己的利益 三不原則聯合正面力量 這邊我就不細講 但三不原則我最後提一下 這個呢 是方總社長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挑戰 三不意思是 不是不同不獨不武 這個 不難的事不做 然後不能擴大規模的事不做 不能產生長遠影響力的事不做 所以在這邊呢 工作的年輕夥伴其實都還蠻辛苦的 在這樣子的使命跟文化基礎下 其實我們就展開了一些工作 包括軍藝教育平台 這是一個工具 基本上是希望能夠讓教育更個人化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智慧助教 或者是一個智慧家教 我們這個投影片應該最後可以 分享給大家嘛對不對 OKOK 所以如果大家你需要 對對對就可以 我怕大家操太累 不用操沒關係 那另外一個就是 怎麼樣去幫助老師也與時俱進 所以是個人化教育的智慧教學法 三準教學 那當然最近我們也開始在思考公辦明明的一些題目 不過我想今天我比較不會去細提到這邊 主要還是會以軍藝教育平台相關的業務為主 那所以總體來說在方董市長所建立的基礎下 我們開始逐步成長 所以基本上智慧教育基金會 軍藝教育平台的團隊是一個來自不同領域的年輕夥伴 這個錯字 因著認同教育的使命而組在一起的軟體團隊 其實是一個NPO非營利組織 所以剛剛包括我們的主持人Flora 其實她也非常優秀 她從台大財經系畢業 然後在JP Morgan 對不起台大會計系畢業 然後JP Morgan 然後來到這邊 或者我們有很多的工程師 其實在非常棒的這些軟體公司上班 那或者有一些在外商等等等等的 然後後來不一定到30歲 或是剛剛好這個上下 然後願意為台灣的下一代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是我自己也覺得蠻感動的 所以我們有20幾位夥伴橫跨四個組別 分別是做軟體的軟體組 做教育內容的教育組 然後把這些東西融合方法 推廣出去的推廣組 然後跟營運組 那等一下大家會聽到這幾組的一些分享 那接下來呢 那認識我們以後 我要稍微多聊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來談 成就每一個孩子這個題目 這好像是一個很本來就應該談的題目 可是我們反過來問 我們真的覺得每一個孩子都被成就了嗎 應該甚至說一半的孩子被成就 說不定我們都不一定同意 那為什麼一定要談這個題目呢 因為我們所在的這塊土地台灣 其實面臨到所有的這些經濟發達的國家社會 所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高齡化少子化 那這是國發會的圖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在不到50年之後呢 其實我們的工作人口 會是這一邊的人口整個大概縮減 原本就是現在這個時候的 大概三分之二 OK 三分之二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要靠這些人 繼續去維持國家的GDP的話 那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我們的孩子 未來他的產能就要提升50% 我們才能夠維持台灣的GDP 那以前當人還多的時候 可以靠人口紅利 可以靠少數精英 好像把國家社會帶起來 可是當高齡化少子化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我們一定需要善用每個腦 每雙手 這是第一個挑戰 那第二個挑戰呢 是台灣的體制是民主化的 那民主化的體制 這是一個很著名的一篇論文 叫做新治國復論 他是差不多十年前 在很著名的一個期刊 叫Nature發表 他的意思是這樣 人的一生當中呢 如果我們把腦袋當中的智慧 拿來當作一個可衡量的東西的話 那麼當然會隨著你的人生歷程慢慢的增加 然後在越老年的時候 可能會稍微下降一些這樣子 那綠色的是向上提升的力量 紅色是向下拉的力量 那所以在比較優勢的家庭 可能就是向上拉的力量多 向下拉的力量少 比較弱勢的孩子 可能是向上的力量少 向下的力量多 那任何一個國家 尤其是在民主國家 只要有夠多的人 他的心智資本被拉得夠高 那麼這個國家社會的穩定和諧 還有做出的決策就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重要的決策 包括選出我們的領導人 是公民投票決定的 所以如果只是很少數的人 就是心智資本很高 其實這個國家也沒有辦法 有什麼樣好的決策 需要有夠多的人 甚至大多數的人被拉起來才行 那教育其實相對於醫療 它是在比較前端可以影響的地方 所以我們更清楚看到一件事情 是在民主化體制下的台灣 如果不是去提升多數公民的心智資本 其實要讓國家社會越來越好 也是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需要成就每一個孩子 那什麼叫做成就每一個孩子 我們試圖找一些答案 當然我們在做 包括就算在軍醫教育平台裡面工作的夥伴 也都不是專家 所以我借用一下這個有世界教育部長 美稱的這個Ken Robinson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TED上面看他的演講 真的很棒 那他基本上去講教育的四個目的 就是怎麼樣讓一個人成為一個好的世界公民 基本上大概有幾個 生活經濟獨立 然後呢有自我發展的能力 那能夠有效的參與公民社會 然後最後他對於不同的文化有他的包容性這樣子 那要達到這樣子 我想可能剛剛所講的那些 不管是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 基礎能力進階能力都是必要的 就是擁有這些能力 那比較有機會慢慢往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有可能每一個孩子 都擁有好的品格力嗎 有可能每一個孩子都能夠擁有好的基本能力嗎 有沒有可能每一個孩子最後都能夠發展出屬於他 有興趣的進階能力 或者是他的博雅能力 那基本上因為每一個孩子都不同 所以只有因材施教才有可能去成就每一個孩子 這是教室裡面常見的情況 可能很多人都很無聊想睡覺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每一個人想睡覺的原因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是覺得太難了 聽不懂 但後面那個可能是覺得 這我早就讀過了 那麼簡單 那旁邊那個呢 可能他雖然程度是OK 但他就覺得沒有興趣 而且他就是不喜歡跟著老師的速度 所以每個人的原因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個體是有差異的 在這邊當父母親的有兩個以上小孩的可以舉手 含兩個 對含兩個OK 好有沒有哪一位爸爸媽媽可以跟我說 就是你這兩個或三個四個孩子 就是有任兩個個性特質一模一樣 沒有嗎 沒有嗎 連你家的兩個三個都不一樣了 已經是同一對父母了對不對 那更何況是教室裡面這一些 所以這就帶來個很有趣的問題是 基本上我們不太可能用一體適用的方式 來去教育每一個孩子 但是實際上我們的體制就是一個一體適用的體制 至少大部分的體制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自學團體 有很多實驗創新的學校 那都很棒 但我談的是大部分的公立或私立的中小學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一體適用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是有一些它的根源 過去其實不是不想做 大家知道英才師教幾千年前就在談 但是現代教育很難去做到普及化的 英才師教的原因是因為兩個 一個是對社會太貴了 如果每一個老師都給他請 每一個學生都給他請一個家教 這好像就可以英才師教 但是就超貴功力體制負擔不起 第二個是如果師生比降不下來的話 那麼一個老師要同時面對二三十個孩子 都有不一樣的程度的狀況 都有不一樣的需求 這對老師來講資訊量太大 沒有一個人能夠去負荷負擔 所以這個對老師如果師生比不降下來 對老師又太難 所以當初的這個東西之所以會是一體適用的模式 其實是源自於我們的教育體制 大概已經是250年前所產生的 在當初工業革命威權主義的背景之下 各個國家想要復國強兵 那普魯士呢最先想出一個model 就是說欸我把教育當作像是工廠的模式一樣 把人送進來統一弄一弄一弄 然後他接下來知道怎麼樣操作這個槍械怎麼樣 然後就可以更多人當兵 所以最後把德意志聯邦統一了 然後接下來又在歐洲搞各樣的事情 所以當初的背景是把人當機器看 那當然目的就是要去訓練出系統下的螺絲釘 那當然策略就是統一的教育方式 但是統一的教育方式這個舊策略OK嗎 我們看到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基本的目的 就是至少每個孩子有公平的學習機會 這件事情都不行 這是過去三年數學英文兩科的會考 大家應該沒有人在這裡是考過會考的 有嗎 你考過會考 所以你是第一屆嗎 我第一屆 哇 所以你現在應該是高三升 哇 我們最年輕的參與者拍拍手一下 OK 那基本上會考呢 跟以前的聯考或機測不同 是它就是一個標準的考試 就是它不是相對參照 它是標準參照的考試 也就是說你到達一個程度以後你就是A 你到達一個程度以後是B 不是因為看你排第幾名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每年幾乎都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在數學英文是不具備基本能力的 好 這個不打緊 比較可怕的是 如果我們把22縣市 為了不讓縣市有壓力 所以去世別話 A to V OK 拉出來 然後橫軸式就是考C的比例 你可以看到最前面的縣市 其實最前面當然可以講 就是這裡 台北市 不到20%的學生才會考C 可是後面呢 後面幾個縣市是50% 甚至接近60% 這個差距已經差到了40% 在這邊 每兩個孩子就有一個孩子 是不具備基本能力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是 這些孩子的基因差異 或先天的智力差異不可能那麼大 但是最後在九年的國民義務教育下 卻差這麼多 那我看我們的這個制度 是不是遇到了一些問題 反而讓這個城鄉落差是越來越大 那第二個挑戰 這個舊策略是必須要改的很核心的原因 是因為時代一直在push我們改變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些東西熟不熟 自動駕駛的車子 然後完全沒有人的一個超級市場 進去拿東西拿一拿刷一刷就出來 全部東西自動結晶 還有打敗李逝時的這個Avago下圍棋的 這些東西後面全部都是人工智慧 其實現在電腦或者是機器人 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以前這些基本能力是學校長教的 然後呢我們學會這些就已經不錯了 能應用一些東西就可以找到好工作 可是現在機器人這些事情都可以做 如果人不能夠把自己的能力往上提升的話 其實真的五年十年十五年有越來越多的工作會被取代掉 那這不是危言聳聽 我上禮拜才去北京參加了全球移動互聯網大會 這是現場實際的圖 這會分享的是李開副 應該是蠻有名的一個創投 那這裡紅色寫的就是在未來三到十五年會被取代的工作 那他們都有很明確的一些證據可以去做這些推論 就是到時候人工智慧可以讓流水線上面的工人 這些幾乎完全被取代 再來五到十年包括銀行的交易員 包括各樣的司機還有重複簡單性的工作幾乎都被取代 甚至十到十五年一般的工程師 連軟體工程師都有可能會有被取代的可能 一般的設計師或者是只是平常在律師工作時候做比較助理的業務 就是你去查大量的資料做reference 電腦可以比你看的東西還多很多 那甚至我們覺得醫師老師這種很人對人互動的應該不會被取代 確實他不容易取代 因為人跟人之間還是要有溫度 但是有非常多專業的事情 現在是電腦可以做 以我在醫療的背景來說 大家知道IBM有一個Watson 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工智慧 是他裡面被灌了非常非常多的 他等於看過了過去二三十年的所有的醫學的期刊 所以他對於醫療的診斷下的判斷 後來比大部分95%以上的醫師都還要厲害 很有可能五年後十年後你是在跟機器人看診也有可能 那當然也有一些工作是不容易被取代 但是這些工作基本上很核心的都是要創意 或者是跨領域的能力 這些事情其實只是十到十五年的時間 也就是現在進到我們教育體系裡面的這些孩子 你說如果我們的教育不去與時俱進 那麼接下來我們的社會會有很大的挑戰 所以基本上只有新的策略才有可能達成新的目的 新的目的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Ken Robinson的這些重要的目的 那創造力就是最核心的能力了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在這個時候會談 因為現在是資訊革命的時代 現在是人文主義的時代 是比較把人當人看的一個時代 所以大家會越來越重視個人 醫療也要個人化 教育當然也要個人化 很多國家都在努力 那怎麼樣去做到普及化的英才師教 普及化的自主學習 大概就是一個大趨勢大方向 是教育想要去解決的 那現在能談這件事情 當然因為科技有突破社會有需求 而且最重要的是有成功的案例 我們直接來看一個在宜蘭偏鄉的例子 這個呢大家會聽不太到什麼聲音 它是有開聲音的 但聽不太到的原因是因為 這教室真的很安靜 這個時候是在幹嘛呢 這是一堂正常平常的數學課 在宜蘭的偏鄉大同鄉 裡面的孩子五年級 程度有人是三年級 有人是六年級 老師利用主題式前冊 先知道在分數這個大主題 有的孩子是在比較前面的地方 連基本的定義都不會 有的孩子可能已經可以學到小六 比較複雜的四則運算的這個部分 那這時候老師就讓他們看適當程度的影片 做適當程度的練習題 然後老師就從台上的講者 變成一直在孩子身邊 尋來尋去去看哪一個孩子沒有專注 哪一個孩子沒有去專心的看影片 哪一個孩子遇到問題舉手了 所以老師的所有時間 從原本傳到授業解惑裡面的授業 騰出來花更多時間能夠傳到跟解惑 所以你發現 在這樣子的班級裡面 沒有一個孩子是客人 很有趣喔 老師很認真講 其實反而班上可能很多客人 可是老師這個時候是很認真的在看學生的學習 那這是我們對於未來的學習的想像的其中一個場景 當然不是全部 但是我們相信越來越多孩子 當他能夠對學習擁有主權 學習適合他的內容 用他適合他的速度 其實他可以學得更好 所以關鍵是什麼 我加速一下 基本上有三大關鍵 就是有一個智慧助教來幫人的忙 然後當然人自己也要升級 所以要有智慧教師來善用智慧助教幫孩子的忙 那最後當然整個社會整個大環境 甚至整個政府的體制 要去把基礎環境把它弄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智慧助教 我們就以軍醫教育平台在做的事情為例 基本上我們現在有橫跨數字音電腦科學社會 藝文科等等 六科以上的內容 超過一萬部的教學短片 那這個就是讓知識可以有input 然後都要盡量短 這樣學生比較好專注 那再來呢也有這個三萬題以上的小評量 可以讓他們邊做邊學做中學 所以這個是學習用的形成性評量 就很像你去這個就是比如說打棒球好了 那有打棒球的這個男士們可能會看到那種投球機 就是專門讓你去練打擊的 類似像是這樣子 學習用的就是在做中學 那當然定位用的就是比較是真正比較接近實際考試的場景 然後去知道你的程度大概在哪裡 然後再重新提醒你 你適合學什麼短片做什麼樣的練習 OK這個大概是內容面 那系統面的話 當然對學生來說就是要好的學習系統 所以一些鼓勵的制度 徽章啦經手啦甚至未來有智慧推薦的制度 那這是重要的 另外對老師也要有一些幫忙 就是包括學習數據 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像醫師 可以很快看到病人的狀況 那他可以很快的做決定 我今天要花多少時間在哪個病人身上多一點 因為他狀況可能比較緊急 我要優先協助他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會去開發的 細節我就不在這邊跟大家說 那可以看一點這種影片的感覺 就是簡單的手寫的 然後這是其中一種風格 那主要是希望讓學習的負擔降到最低 所以就是很單純的去做一些內容的講演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需要引起動機或興趣的 我們就會去融合一些好的動畫的影片等等 那練習題的話呢 其實最怕的就是只是一些重複的選擇題 或者是填充題 其實有電腦科技的幫忙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操作的 你可以拉拉圖 你可以去旋轉一些東西 你可以具體的去想像這些東西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是軍醫上面的題目 其實都會有比較多元的一些變化 那再看一下這個影片 大家的聲音 一望在學習之後準備已經開始了 而且退出一望的速度非常快 在學習一個小時過後 記憶量就只剩下分之44.2 過了一天 知識的記憶量更只剩下分之33.7 兩天和六度過後 記憶量更只剩下分之27.8和25.4 但是學習過後 學習後 可以有效地維持知識的記憶程度 G1教育平台上的精熟機制 是已經照這樣的一望曲線設計的 學生只要在最近的六題當中 搭配五題 就可以在這個知識點當中 進入到等級1 而且在六個小時過後 才可以繼續挑戰等級2 晉升等級2之後 需要隔一天才能夠繼續挑戰等級3 如果已經達到等級3 則必須要經過兩天 才能夠挑戰之間的精熟 代表這些知識已經進入到 學生的長期記憶囉 這聽起來還好花時間耶 但其實從統計數據上來看 我們發現每個學生 平均只要花15分鐘 就會能達到精熟 讓這些知識留在學生的腦海 再也用不掉囉 所以其實平台上的機制 也會去對應到神經科學 或學習心理學上面 怎麼樣做 其實是比較好的學習策略 那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讓每一個孩子 在學習的過程 都被適當的引導 所以透過這個智慧助教 我們發現當孩子願意用的時候 他像他一個小家教一樣 我們發現有不同的故事 有扶弱的故事 有拔尖的故事 我很簡單的分享一下 這是在宜蘭的一個孩子 五年級 但是連一二年級 單位數有進位的加法都不行 一加一等於二OK 但五加七等於十二 他就出狀況 在這樣子的教室裡面 你室內的老師 雖然他只面對九個孩子 但是他就是沒有辦法 對這個孩子 他有什麼具體的教學目標 因為他教的東西 這孩子都一定不會 直到後來宜蘭開始 廣泛的有這個Chromebook 就是行動這個電腦 然後再加上推軍醫教育平台 老師突然發現 我可以安排這個孩子 他個別的適合的學習任務 然後這個孩子就真的 在半年裡面 從簡單的加法 減法 乘法 然後很基本很基本的應用題 學起來 雖然後面的東西 他真的開始因為他 有中度智能障礙的這個先天限制 學不起來 可是他開始有信心 因為他發現有些東西 他花時間 他是學的會的 整個人的笑容 甚至他原本是不願意去清理他自己的 然後衛生都很差 這些東西都改變 所以我想我們很很開心的看到 軍醫教育平台對這樣的孩子有一些幫忙 然後我們也很開心的看到 軍醫教育平台對另外一種孩子也有幫忙 這個孩子在桃園三四年級的時候 他的成績並不好 五六年級他新老師接他以後 然後這個老師比較會用軍醫教育平台 他就開始呢 讓孩子用這些東西 其中一部分就當作業 到小六的時候有一天 他的爸爸媽媽很緊張跑到學校來說 老師老師 你在我孩子身上施了什麼魔法 然後老師說 不知道他們在問什麼問題這樣子 後來他們就跟老師說 他帶孩子他們帶孩子去書店 結果呢 孩子竟然拿這一本書來說要買 如果你是爸爸媽媽會不會嚇一跳 孩子拿微積分要你買 後來他們進到孩子的軍醫系統裡面一看 才發現這孩子自己就真的 學完小六東西往國中學 國中有多向式 所以多向式這種XY啊 學會了以後 他就開始往高中的極限 就是微積分前面的一個必要的一個先輩知識去學 然後竟然也有點看得懂 所以他就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決定要去買微積分 其實這孩子 他原本三四年級的時候 成績差 不一定是他不聰明 只是他可能不喜歡坐在那裡 只是被動的聽 當他有那個主動權 可以自己來掌握學習的時候 他是可以往前跑的 所以我們看到透過智慧助教 可以扶弱 可以拔肩 當然也可以幫助大部分的孩子 智慧教師我就講少一點了 因為這個我想我們會花更多時間 真的是在對現場老師講的 但是讓大家簡單知道一下 當有智慧助教的時候 能夠幫忙去解決重複 而且定義明確的問題 那麼智慧教師或者是智慧家長 就能夠站在智慧助教的肩膀上 去做更多創新 人跟人互動 還有高層次的事情 那是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智慧助教比較能夠去把 界定清楚的問題 通常是基本能力 這種比較重複相關的 去把它處理好 所以真人就可以花更多時間 去處理其他的部分 讓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老師 我這邊就不細講了 他們善用工具 他們會訓練孩子自學 他們會用比較高層次的教學設計 讓班級原本是速度掌握在老師身上 到後來是速度掌握在學生自己身上 所以我們看到有幾個不同的階段 那最終最終 我們看到比較理想的個人化學習的階段 是大概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你看到的那間叫 好 好 好